在复西南路二段巷内 38岁的菲律宾籍男子 拿着麦克比跟喷漆罐 尽情挥洒创意 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小天地里 但还来不及回神 波利士大人就出现在眼前拍照搜证 这才发现自己触法了 原来菲律宾男子在涂鸦时 被屋主发现报警 他后悔表示 其实并不知道这里是私人见物 但由于旁边墙上已经有涂鸦 误以为这里能够开放民众创作 警方通知环保局 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罚 按规定可以处1200到6000元罚还 并要求限期清理 入境限期改善没有完成 可按日连续处罚 同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以请大安分局裁罚 并没入使用的麦克比与喷漆罐 大安分局提醒 民众随意接头涂鸦 不仅破坏市容环境 也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或是废弃物清理法 呼吁有涂鸦习性的朋友 可以前往台北市合法开放涂鸦的区域 以免吃上罚单 荷包失血 记得不在有台北采访报道